星光叛毒, 中国放宽防疫 黄尸反怨不负责任播毒 中国呼吸也是错 作者 赤秋合 好消息好消息 香港人明年1月8日就可以免格离返内地了 博星的夜晚11点左右宣布了这个好消息 对于一众流港或者海外的黄尸来说 反而变成世界末日 各种责怪的说话迅速在网上各大平台风传 他们闹得最多的就是 中国政府不负责任这个时候通关 把明明是播毒 这么多说得出 真是怒到本盒不吐不快 国家维建委在26日晚宣布 被受国民关注的出入境管制将会调整 到时入境内地人士只需提供48小时核酸阴性结果 就可以免格离返内地了 对于一帮两地分隔长相思的中港家庭来说 这个消息是狗看逢甘雨 有几多的中港家庭 小朋友出生后两年多都没见过自己的爸爸 有多少父母因为封关 错过了子女最珍贵的成长阶段 面对这些苦楚 黄人一于选择性失明 只要中国政府作出的决定一定是错 就像原罪那样 深深乐印在中国政府身上 简单说 在小黄人门眼中 中国是没有呼吸权的 看回黄人的申诉理由 比较普遍的就是说内地政府好选不选 偏偏选内地疫情严重的时候来通关 又说到时内地旅客来到香港之后 会搞到本地香港人没有好吃 想买的东西都买不到云云 但黄人看不到的是 中国政府在过去近三年以来防疫的表现 在保障内地人民生命安全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纵使在具体执行方面有很多值得改善的空间 但也不至于差到像黄人口中所说的一民不值 大错特错 本合反而想问一下黄人 为什么香港可以在国际仍然疫情不适的时候提前通关 和内地就永远不通得呢? 为什么你们可以一张机票世界各地到处飞 中国家庭只想和差不多三年无见的亲人群聚就不行? 书带赢要是黄人的本性 这个本合都明白 但有时真的不要那么离谱 其实和黄尸说那么多都是沙基士 在他们眼中 中国政府做什么都是错 留在香港的黄尸自然不用说 当然不想通关 而辛辛苦苦移民出去的黄尸更加加饱口 证明自己走得正确 否则怎么对得着自己选手懒脚滚出去的辛酸?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